为了加强南岛族群间定期合作交流 圆明会从2003年开始 每年都举办南岛民族国际会议 今年迈入了第15届 也首次和文化部合作 不仅安排轴动式工作坊到台东布农 排湾和北南族部落参访 也分台北厂与台东厂会议 来探讨原住民族政策与文化资产 其中国家级原住民族博物馆 在今年10月已经确定落脚高雄澄清湖 未来的兴建规划也能借此交流 讨论到关于比较实际的政策面的部分 比如说我们即将要规划兴建我们的博物馆 所以我们会特别请纽西兰的 毛利组的国立博物馆的副馆长 来做一个专演讲 原民会主委提到过去15年的会议 总计邀请过26个国家 330位国内外学者专家 余会人数更是超过2200人 这个会议俨然成为南岛区域原住民族政策 和学术的重要对话平台 而他也希望除了过去官方及学术界上交流 应该要有更多民间交流带动发展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有更多民间的交流 要更落实 也就是说也要鼓励我们的国人 甚至我们的主人 当你要出国去考察 或者说要了解国外 甚至观光的时候 其实南岛是很值得你去的一个地方 今年的南岛民族国际会议定在11月13到17号 而未来原民会主委也表示 除了会议更要透过重启南岛民族论坛 以及和南岛与族国家签署 备忘录 强化定期交流 落实文化新南向 达到更紧密的连结 记得喜故乌鲁物新北视新庄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族国际 明镜与族国际里面